我们登峰电线 现在可是全省质量最好的 我们的电线电缆 跟你这开关摆在一起 宁可一点也不吃亏 你小子 占了便宜嘴还不饶人 王叔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这年纪小 嘴上没把门的 你千万别当回事 要不然咱们生意 还是一起做 既然你小杨这么积极 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不过有一条 煤矿那边可是一分钱的 预付款都不给 我们都得先发货过去 怎么样 那三个月货款能解决吗 那是我跟煤矿那边提的要求 三个月不给 我也不能登门讨债去 要不这样才能 我直接跟煤矿联系 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脱款了 我也不用找王叔麻烦了 你说是不是 我说你小子 做人可有点奸惑啊 我知道 您打下这些桩子不容易 好不容易才搞清楚 这煤矿的门槛 这些我不会忘 等我跟煤矿谈清楚了 把这合同谈拢了 我给你好处分 我觉着还是打我的名头 咱哥说好 你那批发价我们可都清楚 煤矿那边的价那是明的 其中的差价 咱们俩五五分 两三个月以后 煤矿付了款 咱们就结清 怎么样 你看 这是数量 三七分吧 你三 我七 黄叔 要是这生意真正的老做 你这个老做地户 能给我这心来的 培矿那边 虽然付款有点拖 可从来也没有不付的 再说了 我那庄子打得足 付款没问题 你说三七开 那我还不如找个人 借个二三能力呢 那没得转 hay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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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